歡迎來到2024育苗獎學金的直播間 今天就讓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育苗獎學金啦 什麼是育苗獎學金啊 我不知道的 啦啦啦 如果在看直播的同學 都想知道什麼是育苗獎學金的話 就在留言區留言育苗獎學金啦 哇 見大家都這麼踴躍 很想知道這樣啊 那就是我跟大家講解一下 育苗獎學金是由工聯 皆種 苦聯 為培養青少年德智體群美的全面發展 鼓勵學生努力學習文化科知識 為特區培養人才而達設的 育苗獎學金對品學兼優的學生作出獎勵 而肯定他們過去一年努力學習的成果 是啦 我和阿威就是去年在交流團都認識的 這些就是我們上一年交流團的照片啦 我們上一年的主題是科技而學 我們還去了華僑大學去進行一個專題的榜座 還有華僑大學的同學帶著我們參觀校園 我們大家相會交流學習 很好玩的 哇原來交流團的旅程這麼豐富的 好吸引啊 我想問一下今年交流團的主題是甚麼 今年的交流團以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為主題 大學交流團將會前往河南鄭州、洛陽 尋訪華夏文齡之縣 體會河南、九院的歷史與人物 中學交流團則離一場潮傘深度文化之旅 嘆悲潮傘飛圍感受潮鄉故韻 而小學親子團將會去到廣州 體驗港彩繪製和穿薑壯奶感受廣府文化 聽完阿威的介紹 大家是不是都心悠悠想報名申請呢 是 我之前都未申請過 Spessa 不如你告訴我怎樣報名 那你就問對方了 其實我們的申請條件都沒有變過 中小學組只要學年的平均成績達到85分或以上 或者成績位列於全班的前兩名 各科成績在70分或以上 和我們學年操行達到A減或以上 就可以報名申請了 那大學生呢? 大學生只要學年GPA達3.0或以上 各科合格積極參與社會都可以申請報名 如果申請成功的話 就會獲得獎勳金和參加交流團的機會 那合資格的同學應該要怎樣報名 我們的報名連結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第3 2 1 上連結 對了 今天大家立刻掃描我們頁面上的二維碼 就可以獲取我們育苗章學的完整章程 和更加詳盡的訊息 也要提提大家 大學組別的申請日期是 7月5日至7月12日 而中小學的申請日期是 7月16日至7月26日 看值過的你還不快點抹下申請時間 只要你符合資格 就可以在申請期間填妥相關資料提交申請 記得叫你們的兄弟姊妹 身邊的朋友就一起申請報名 2024 育苗章學金 約定理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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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